眼下正是中秋时节的9月 正是大学的开学季节 美国学校也陆续迎来了成千上万的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 如今留学美国已经不再是 男士和什么新鲜士了 那么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群体 也经历了几代人的演变 从最初的公派美方全资的资助 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自费留学和小留学生 面对留学潮 中国留学生和家长们是否准备好了 美国学校是否准备好了 中国留学生面临哪些挑战 美国高等教育是否是唯利是图 违背学术自由的理念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语言与文化教授马昭教授参加节目 欢迎马昭教授 马昭你好 你好 美国社会和这个媒体 实际上对中国留学生 这个留学潮现在 就是非常的关心 那么主要是对于 因为中国学生的涌入 对于美国的教育 它既是一个机会 也是个挑战 那么您是在大学里边工作 那么在课堂内外 肯定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打交道很多 那你的体会是什么 好 首先感谢主持人做这样一期节目 我想先给观众们提供一些数字 大概量化一下刚才主持人在导播的阶段中所说的这个留学潮的概念 那么其实这个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和教育优选的联合报告 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总计是46万人 那么这一标志着近十年来 中国的留学人数已经翻了两番 再进一步说 2015年中国留学生实际上已经成为 世界众多国家的第一大留学生主要来源国 其中你包括是美国 英国 德国 澳大利亚 好像我记得还有加拿大和日本 中国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另外我们说刚才主持人的介绍中也提到了 一个留学生本身的内部的这个演变 那么我们从2014到2013到2014年度也可以看到 本科阶段的留学生大概是有11万1千人左右 研究生阶段的留学生大概有11万5千人 两者基本持平 这个和以前的以攻读高等学位为主的这个留学生 和这个研究生博士生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 那么这些大量的中国留学生的涌入美国的高校 当然是有既有带来了一些机会 也有很多的一些新的问题 那么从我目前从事工作的这个华盛顿大学 我们可能看到的最明显的是中国留学生的涌入 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这个亚裔和华裔学生的色额 那么如果说从公立大学的扩招角度来看 那么我们从最近的这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也可以看到 像治安 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 这个以前都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也逐渐的成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包括怎么能够让中国留学生更好的融入课堂教学 完成课后作业 杜绝考试作弊 这都给美国大学提供一些新的一些课题 接着刚才你提到的 马教授刚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留学生的大量的涌入 那么中国大学留学生的涌入之后呢 就是说来挤压了挤压了就是美国大学 特别是公立大学就是对亚裔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这个份额 因为美国很多公立大学据我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像份额的 那么能不能多说说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当然可以啊 当然我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统计数字来给大家分享 但是我们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大学呢美国大学呢一般都要强调这个种族多元化 也就是说呢不可能一个种族的学生呢占据太多的名额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嘛 在美国呢一般的包括白人学生黑人学生 拉丁裔学生和美国这个土著的学生 还包括其他留学生亚裔学生等等 他就是大概这样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来源分 所以呢当从中国来的学生 大陆招的学生多的时候呢那势必呢就影响了亚裔学生整个的比例 那么我们说呢你挤压谁呢谁也不好挤压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呢 那么来自美国本土的亚裔学生 特别是华裔学生 在这一方面呢就要和中国大陆学生呢 共同分享着同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我刚才问你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本土的这样的亚裔学生或华裔学生 那么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来的留学生之间产生隔阂 或者产生什么样的这样的矛盾 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应该说亚裔学生呢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当然亚裔学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亚裔学生把这个问题的矛头对象 从中国招出来的留学生 那么亚裔学生呢基本上呢更重视的可能是美国大学呢 不能够给亚裔学生设限 那么也不能够呢这个采取一些这个不公平的 或者说不公开的方法的来这个筛选学生 我们可以看到呢像在加州啊像在其他一些地方 华裔学生比较多的学校面临着这样的诉讼 面临着这样的一些立法呢过程之间发生的这个争论 都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 那么美国呢目前来说的美国本土的华裔学生 和中国留学生之间呢实际上呢有交流 但是呢也不是非常的密切 因为从学校角度来说呢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留学生的服务的群体 比如说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华裔留学生 这个联合会 那么呢在各大学呢也都有 我们通常所知道这个CSSA 就是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联谊会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组织 那么也照顾了不一样的这个留学生人群 嗯 中国留学生啊有这么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以这个中国留学生为甚啊 其他留学生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相互之间抱团 就是自己这一个群体在一起 很少呢去和其他和美国当地的学生 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交流 那尤其是现在这个中国学生 早期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还不这么严重 因为就是留学生少 他有时候有的地方根本就有这么一两个留学生 有的可能只有这一个留学生 现在是留学生越来越多 可能这个问题就更加的严重了 越来越严重了 那学校里头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呢也确实坦率的想 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或者说呢这个还没有找到一个 很好的解决办法 首先我们说呢 这个不是中国留学生独有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呢 其实也以前发生在像韩国啊 像日本啊 这个留学生群体之中 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也是外国留学生呢 他们当到达了一个新的生活 学习的环境都要面临着这样的文化的冲击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不能够过分的渲染这个问题 那么学校呢是有一些专门为留学生提供服务的机构 你比如说留学生办公室啊等等等等 他们呢也会组织一些课外活动 组织一些聚会 但是呢我们想呢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呢 人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 留学生办公室日理万机 那么他不可能每天24小时的 或者说无时不刻的去观照 这个某一个国家的留学生群体 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真正要解决呢 第一呢还是要靠中国留学生自己 怎么能够转变 就是建立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的生活的态度 主动去融入 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要更多的 能够吸纳引入一些社会资源 靠一些公益组织来帮助学校解决这样的问题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所谓海归和这个海带的问题 那么早些年因为留学生少 那么很多学生回去回国工作 所谓回国创业 那么非常受欢迎 现在留学生越来越多 甚至连小留学生都都都来了 中学小学的时候就都来了 那么现在回去创业 所谓回国工作 这种海归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容易了 很多就变成了海带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怎么 两国政府 因为在这个留学生的交流这个问题上 美国和中国啊是 是美国和中国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的 这样的一个层面之一 对不对 人文交流互派多少留学生 那么两国政府或者是学校 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的确是一个 也是一个逐渐显现的 一个可能将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吧 需要两国政府和学校都去共同解决 我们说呢2014年留学回国人数 已经是当年同年出国留学人数的80% 所以你想呢40多万人出国留学 就意味着30多万人要回国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所以我们说呢如果不能够理性的出国留学 不能够做好这个修学和这个学业之间的一些准备工作 那么一旦把这个海归变成了海带 我就说有一个好比啊 就好像你花了很多的钱 是吧 本来是要买这个奔驰车的这个钱 结果买了一个吉利 或者说呢你买飞机票 你花的是头等舱的钱 但是你做的是普通经济舱 这样的话呢 对于家庭对于个人 实际上都是一种损失 我觉得这个方面讲呢 其实还有很多工作是需要做的 你包括像怎么样能够保证 或者怎么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好的了解美国的就业市场 就像我们现在说留学生中可能10个里头有5个学经济的 对吧 这个实际上就不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专业选择 或者说呢 这也不是一种非常清醒的对美国市场的认识 美国就业市场实际上是很大的 尤其相比于欧洲啊或者澳洲的就业市场 那么有些专业 你比如说药学专业 像这样的专业 是吧 它实际上都是很好就业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由学校的就业部门啊 能够给学生提供很好的就业指导 而且是在第一时间 你刚入学的时候 就要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来帮助学生来理解 这样呢可能将来也会有一些好处 马教授 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啊 就是我很快的还想加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昨天我和一位客人在这个演播室 有在讨论这个美国学生现在也都是 美国也在重视这个文科 而不是理科 大家都想去学这个STEM 就是理工科 而这个文科都没有人学 那么现在中国学生 我相信肯定到美国来都是 大多数人都是奔着理科来的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 对 请说 那么就是说那现在这种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招生的这个份额啊 名额啊 这不同的就是文科和理科 这个实际上招生的时候并没有做出这个文科和理科的这个划分 主要呢还是根据学生的一个综合水平的评定 来确定入学的条件和入学的标准 那么真正的文理分科呢 大概应该是在大学二年级以后 学生自己来选定 我觉得呢这个某种程度上讲 文科学生少理科学生多 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美国本土学生也是这样的 那当然就业工作来说 你比如说学计算机 一个本科生专业 学计算机 基本上能够找到工作 那么但是如果你要是学文学 学社会学 学人类学 学历史学 一个本科专业的学生呢 可能就不好找工作 那么你还需要面临着呢 去进研究生院 去学更高的学位 所以这个呢 回到刚才的话讲也是 如果说有学生对文科感兴趣 我们也要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呢 给学生一些指导 包括你怎么样做研究题目 对吧 怎么样呢 能够收集材料 为将来考取研究生院做准备 这都是应该 作为一个综合的考评的一个 马招教授 我最后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开场的时候 也就提到就是 现在美国的高等学校 受到了美国媒体和美国社会的这个批评 说这个美国的高校 你现在是为了这个收这个中国学生 是唯利是图 收学费嘛 那么在这个收学费唯利是图 而且呢是放弃了这个学术自由的这样的理念 甚至是危害了美国的这样的核心的价值观 那么甚至要求要叫停留学和合作办学 这个批评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看法呢 当然我也听到这个看法了 我觉得呢 它是比较片面 或者说呢 某种程度上也误导了大众 我觉得美国高校 首先说他出去办学也好 还是扩招也好 他首先还是要服务美国学生为主旨的 对吧 那么他收取中国学生的学费 那么实际上他是要加强对美国本土学生的一些补助啊等等 提高他的教育设施 那么他去中国海外办学呢 也是要解决美国学生能够有机会到中国去留学 去更好的接触了解中国社会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么美国招数中国学生出国办学呢 无可厚非 实际上在过去很长时间内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目前精英阶层对中国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了解 和这些跨国的这个协作海外教育的发展 都是密切相关的 也是这些事情成功的一个历史证 另外呢 我觉得如果你也不可能把学校呢 作为一个所谓政治宣传啊 或者政治这个斗争的前线 学校主要的目的是教育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讲呢 我们要给学校有充分的理解 好的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要谈到这里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语言与文化教授马昭参加节目 来宾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